欢迎继续收看VoA卫视 在北京召开的人大政协两会上 温家宝和国家发改委的官员都突出强调要深化改革 事实上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深化改革是中国各级官员的口头禅 美国有观察人士认为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世界 对中国提出的深化改革的理解和期待 与中国高层的意图大相径庭 中国社会与经济所面临的要务到底是什么 中国应该如何改革才能实现所寻求的目标 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话题 我们邀请的是大西洋理事会的高级研究员盖宝德博士 另外一位是我的同事VoA卫视记者安华 欢迎两位 很高兴 第一个问题盖宝德博士 刚才我们说了中国提出的深化改革提了很多年了实际上 但这次在人大会议上 温家宝还有发改委的官员都在不断地说要深化改革 那和外界 特别是刚才我们谈到的西方世界 特别是美国所理解和所期待的深化改革到底有什么不同 这很有意思 西方尤其是也不能完全是西方的 中国也有这些说法 所以改革就是要放开自由化把政府的角色要减少 因为他们觉得政府就是打扰市场 其实市场本身有它的问题有它的缺点 所以主要的是要由政府和市场合作做一个比较有效率的一个经济 所以中国现在他们很多的改革已经开始了 但是他们还没做完了 还有很多工作 所以在中国方面中国的领导方面改革是很难的一种工作 要这个题目那个题目这个题目 主要他们现在说吴邦国他讲话 他才认到时间说了 我们对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是最重要的 把它提高了 然后怎么做呢 有很多办法 他就主要的从发改委主任张平 他说要把消费拉动经济 当然要消费拉动经济 对于内需加大增长速度也一直比较快 有这个目标的话 那投资就最重要的 那改革是怎么做呢 是政府要有调控的角色 还有一些机制得改 做比较下落提高一些 但是这不是一下子 西方觉得不是完全自由 但我觉得现在这个趋势 趋势在好像在往一个相反的方向在发展 就是说现在中国这个经济好像现在是 往这个更加自由放任的这种市场经济在走 代表德博是不是这样看 对 就是西方或是这个自由化市场经济是说法 就是说政府的角色又小又好 但是中国领导 而是很多发展经济的人员觉得 这不是小 就是要好 政府的角色要好 要更好 所以大或是小 这问题不对 应该说怎么把这个政府重组 给把市场的角色有效的 很多的消费是公共消费 公共消费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问题有一个很比较深的哲学的一种想法 但是政治也放在那边 你为什么金融界 他们不要有一个比较强的政府 都会影响他们的赚钱的这些办法 所以呢这也政治内容也是比较强 接下来我想请文华来说一下 就是刚才谈这个话题 盖宝德博士谈了他的一些看法了 就是中国常说的这个深化改革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恐怕在差不多小十年之前就总是在说要深化改革 深化改革 这个深化改革到底要改革什么 怎么改你是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话呀 说了多少年了深化改革 现在呢有一种说法好像说 真正的改革没改起来 同时呢这个不改改的好像正在改 所以弄得很多这个中国的老百姓啊 现在觉得是一听到改革 现在都产生一种恐惧感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也是因为这个政府啊 和一些这个利益集团相互现在这种互相利用 包括我们刚才看到这报道当中说到这种富人入党啊等等 这是无形当中就在这个中共的内部 形成了自己的一个代言的这样一个角色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现在经济的一个 它存在这种结构性的一个矛盾 就是现在主要是刚才盖宝德博士也说到这个 这个怎么样去提振这个内需的问题 通过内需来拉动 进一步拉动经济的增长 我们知道这个拉动经济增长 这个三大主要因素 投资啊内需啊出口啊 实际上中国这个在其他两个方面呢 应该说还问题不是最突出的 最突出我觉得还是在一个内需的问题上 内需这个始终是提振不起来 那么就是这个 这个温家宝也已经是呼吁了好多年了 总要我们要拉动内需 对 那么就是现在它到底要深化改革的改什么 同时我觉得还有一些内容呢 是一种好像是邮报琵琶半遮灭 或者说是好像不敢把那个窗户支捅不破的这样一种 包括这种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这也是一个深化体制改革 问题是现在这个政治体制改革 到现在这个程度 我们看到温家宝即将要退休了 那么我们大家好像这些年呢 主要观察的结果就是说认为 温家宝是这个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代言人吧 但是同时我们又看到 他说的很多 但是做的非常少 让人感觉到他不是一个很称职的 但是说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 什么拉动内需 中国总是考内需啊 可是拉动内需最主要的一个 现在一个办法 就是还是从农村流动到成真化 对 成真化 成真化是 这是人口红利的问题 内需扩大得很快的 很好的办法 但是他碰到很多问题 就是这个户口制度 户籍制度 有的很多这个现在主宰成真的人 都没有这个户籍 而这个户籍很贵啊 很多这个预算都支出这个补贴啊 所以成真的人员 城市户口 他们也许感觉不到 他们支持他们的生活水平 是很多补贴啊 是政府出来的 这个问题怎么改 盖宝德博士对中国的问题 是了解的非常多 接下来我还想请盖宝德博士 谈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国际社会 比如说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有一个专门研究中国这个问题的 一个专家组一样的 中国项目这样的一个一个课题组 包括许多我们这边 华盛顿这边的许多美国人 一般的认为所期待的 中国所谓的这种深化改革 指的是要大力的提高 自由化的程度 然后呢扩大这种开放和透明度 但是实际上的中国的领导人 可能不是这样想的 为什么中国领导人所希望的那种深化改革的意图 和西方社会 特别和美国这边许多人 所期待的有这么样大的一个差别 这些机构 华货币基金组织 国际华货币基金组织的人 他们有两个 他们的领导或是他们的人也许可以留两种 一个是一些 它这个政府放在那 也一个是比较有经济家 或是很有学问的人 所以从美国或是欧洲日本来 他们有一个目标 他要把中国打开 给他们一些办法进去做商业 或是也把中国也许改变像美国这个政治制度 可是他们这个比较有学问的人 他们觉得这不要太快 或是也许不要这样走 可是他们不太敢这样说 他们不能这样写 所以这些人 知道中国的经济的这个小团 很有认识中国的经验 所以他们的工作很难 他们得把很多办法 把金融制度改变 有这个宏观调控要改变 还有一些世界银行是比较强调 这个人口还有这个养老制度 这些问题他们有很多具体 他们继续性的这个建议 可是主要的西方的这个政府 他们就是要把中国就是打开一些 把它就自由化就多了 这个也许外来的影响也会强一些 刚才我打断了安华 你想说什么 我是想说 就是说现在 中国的这种经济 如果说光从经济层面讲 这个改革 深化改革 我觉得它有很多的这种 方式可以走 但是现在我觉得有一种趋势 是比较危险的 就是说在政治方面的 在左倾化 我们通过最近这几个月 我们明显可以感觉到 包括我们刚才这些 之前那些报道也都提到过这个问题 政治在左倾化 同时经济在自由化 那么这种放任化 放任的这种 类似于这种现在的这种 我们知道这个市场经济 它也分不同的一种模式吧 或者不同的模型 有这种类似于这种 北欧的这种社会市场经济 还有类似于这种 美国的这种自由市场经济 对中国这样的一个 市场经济的这种历史并不长 同时大量的法规 法律法规并不是很健全 同时这种执行就更弱的情况下 我觉得这种政府的如果说 包括这次大布置改革 我们看到已经有25 就是国务院的组成部门 已经从原来的这个减少了4个 4个部 那么现在变成25个 它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说是 来减少这个行政的审批 来减少这种资质的这种认定 把权力下放等等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 会不会造成很多的麻烦呢 很多的问题呢 我们知道中国即使在 政府的这种调控管理的 这种相当严的这种情况下 况且就已经出现了 包括毒奶粉啊等等 这种就是说食品安全啊 包括这种大量的这种 生产环节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啊 那么现在在这种 进一步下放权力的话 会不会失控 这是一方面 那么同时呢 我觉得就说 现在这个政府和利益集团 它现在结成了一个 一个利益共同体 所以它的这个 中国现在政府的一些宏观调控 我觉得并不成功 包括这种房地产的 房地产这么大的一个问题 几次的这个调控 都是直打雷不下雨 包括这次最新的这个 温家宝即将下台之前 又推出一个新的五条 那么这个五条 主要的是把这个房地产税 从百分之一提高到百分之二十 那么这个问题 现在又造成一种恐慌 大家都在排队 赶快要这个过后 那么这个到底 这个一起一落 一冷一热 这个包括像中国的股市等等 这些资本市场这种运作 我觉得都有一些很多的问题 我想接下来请这个盖宝德博士来谈 刚才这个安华是谈到了 就是这个部委的改革 中国这一次人大会上 要把这个有一些 比如说最突出的 大家很关心的 就是这个铁道部 这么多年来 这个大家一直很有意见的 这一个部门把它撤销掉 这个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就是习近平在担任了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之后 在这个开人大的 这个政协两会前夕 习近平曾经说过 要改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这句话听起来 好像非常的感觉 好像很大气这种说法 要改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那么习近平上任以后 现在真正的成为 两会开国以后 成为中国的实质 实际性的这种最高领导人的时候 他会不会大举的推动改革 再看你的改革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推动改革 你可以说他把他们 因为他们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刚提到这个市品的问题 他们新的一个改革 是把市品药品的监督 把他们放在一起 在一个新的委员会 这是一个大改革 这是从制度来讲是改革 但不是放开这个市品和药品的市场 不是说你就自由化 而不是把这个自由化 再减少了一些 我们这个监督要紧一些 要凶一些 因为这是好政府 这是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是比较好 那跟铁路 铁路是整齐分开的一个改革 这个也是合适的 所以我 而且这种问题是 几十年都有 你不只是都放开 也不只是都在政府手里 你得能 这个很难 你这样做吗 你一起做 有的是分开 有的是政府强一些了 所以这个好一些 不是小还是大 所以这些改革 这样做的话 会推进 我觉得很快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中国它的改革呢 往往是说得很好听 包括这个大布置改革 你说它 刚才盖宝德博士也说到 这个大布置改革 它的有些部门是 加强了监管 有些部门是政企分开 像铁道部 部分职能归到交通部 部分职能变成一个企业 中国铁路总公司等等 那么这个 设想应该说是不错的 问题是 我们知道的 中国的这种 包括大布置改革 它还有一个主要的目的 是为了减少这种 就是说公务员的数量 或者说减少这种 对财政这种 吃财政饭的人的这种数量 但往往我们看到 中国这已经是第六次 这个应该说是 比较大手笔的 这种政府内部的 这种行政结构的这种改革 但是每一次改革完了之后 这个裁减完了之后就要膨胀 然后再裁减 膨胀的更厉害 那么结果现在 我看到一个数据 就是说中国吃财政饭的人 每年现在是增长一百万 而且呢 现在是在世界范围内 中国这个现在几乎是 每25到26个中国人 就要养一个官员 那么这个数字 我觉得相当惊人 那么就是说他现在 不停地要裁人 那么中央这层裁完之后 要到地方 地方也相应地 也面临这种机构改革 或者这种部门的 部委啊 这种结构的这种调整裁减 那么这个裁减完了之后 为什么 他这些冗余的人员 往哪去放 那么他又要设置一些 巧利明目 又要弄一些机构 实际上这些机构 还是换汤不换样 还是在吃财政的饭 所以说中国一个财政 财政是一个是 吃饭财政 一个是土地财政 土地财政是卖地 说到土地财政 我打断一下安华 我想请盖宝德博士来谈谈 最近美国电视台 有一个节目叫60分钟 60分钟做了一期节目 这期节目对中国的 房地产的泡沫化 进行了一个分析 这个节目也采访了很多人 他这个分析就是认为 说现在中国房地产 实际上是一个泡沫化的 这种状态 所以有大量的投机房屋 根本没有人住 已经是卖出去了 但是没有人住 但是房价同时又太高 需要住房的人又没有房子住 买不起房子 没有房子住 最终这些手里头 持有这些投机房屋的这些人 最后觉得好像也很难 放在那也租不出去 那最后就会抛售这个房屋 抛售这个房地产 那就会使得就是这个房地产 就会这个泡沫就会破碎 从而就会导致中国的经济的崩溃 你怎么看这种担心 这个故事我觉得不是最近的 但是最近的又长起来了 中国现在说中国缺的就是住宅 中国人口呢 而且他们有住宅就很窄 所以呢 这个问题不是中国的过剩 而是怎么增长得够快 你增长得很快的话 当然也许会 尤其是你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时候 也许会看起来是有点过剩了 但是中国呢 而且第二个人得说 中国不可能每个人要买一个房子 要租房子 美国也是大部分的人租房子 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就是租房子 买一个房子是小数的为买 但好像中国人很不喜欢租房子 都要买房子 但是在一个市场经济里面 这是不可能的 这都是要慢慢的能够 如果你的金融制度也许发展起来 或者也是健康的比较好 比较健康的话 也许稍微多一些的人会买房子 美国这个经济 为什么我们这个问题出来了 我们这个金融危机了 因为政府推进更多人买房子 可是这个人没有这个收入 也没有这个还款 没有这个 节款然后还不了这个还的问题 所以这个每个人买房子是疯了 这个目的是达不到了 所以中国最近呢 我在办公室也很多这个收到 很多这个报告说 中国这个房地产要引起中国全经济崩溃 所以我看这些东西的人是谁 所以我看都不是经济家 或者是政权公司的一些所谓分析家 或者是也许他们学的是历史 但是我看他们这个统计根据 就很弱了 就不行了 然后我就想起来 这是什么 这是金融界 他们如果可以创造一个危机 他们可以迈出很多新的工具 一些衍生 衍生的这些东西 好像一种保险 所以你中国也需要有一个危机 你买我的东西 买我的工具 你可以把这个风险就减少了 所以我觉得 我就因为没有什么根据 我觉得从中国 最近这两年 这个泡沫就没有增加了 而且就中国有很多办法 因为要拿水 这个水是一个好看法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 是一种骗人的 最后也还有差不多 我们今天这个谈话 还有差不多两三分钟的时间 安华你刚才说 你有一个问题要问 我是想这样的 就是说因为现在 我们看到 就是中国现在 刚才说到房地产市场 现在中国的经济 长期以来是 享受了中国的这种人口的红利 就说原来就 现在依然有两亿多 两亿三千多万的这种农民工 这种廉价的劳动力 促进了中国的这种 各行各业的这种发展 尤其是出口 带动拉动出口这种增长等等 那么现在呢 我们知道房地产市场 他有一种 现在有这个生化改革的 实际上我想一个主要内容 他现在是要进行这个城镇化 那么城镇化继续 还是享受到中国的人口红利 那么从长远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如果这个人口红利 都已经枯竭之后 中国又该怎么办 同时我想问 这个盖宝德先生 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 你作为一个经济学家 你认为这个 我们说到这个 多党制的民主政体啊 和经济的这种发展 或者市场经济之间 有多大的一种必然性 或者说有一些什么样的 促进作用 这民主呢 当然一个经济发展 都要做很多决定 每天做一千多的决定 这个决定是什么目标啊 当然是把老百姓的 生活水平提高啊 那如果你离开这个 老百姓的想法太远的话 你会很多人做错误 你也许你以为 这是一个好决定啊 但老百姓说 这个就害我了 所以你得有很多机制 很多办法认识到 老百姓的生活 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且他们的期望 是多长到哪个方向 这些机制是怎么组织的呢 这个很难讲 每个国家 它自己的历史 每个国家 它自己的这些 这个民主制度 可是它主要的目标 是认识到老百姓 也得有一种 长期做计划的能感 因为很多这个民主 所谓民主政府 他们是就短视的 他们看不到 远一些的目标啊 所以这个是很大的 现在美国是一个大问题 应该说就是从这种 这个效率的角度来讲 可能就是民主政治 有些时候它包括这种 做出一个决策 周期比较长 或者说 但是它的准确性 是不是要比这种 因为我们知道 中国实际上现在 实行的是一种 国家资本主义 就是说国家在进行调控 国家在进行干预 在适当的时候呢 这种调控的这种 leverage还是比较 还是比较 手段还是比较多的 或者说频率是比较多的 那么有些项目 比如说一个京广的 这种高铁 说做就做了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 是不是牺牲了 很多人的利益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 是不是也应该考虑进去 所以这就是我的问题 就是说我想 我听你说 政府或者国家的干预 但是市场它有它的问题 是它的不好的 所以这不是干预 也许是把它弄好一些 但是中国从改革之前 它一留下来的这个制度 都是政府什么都做 所以我们会想起来 那我们得把政府的决策 把它取笑了 这是很快 又快又好 可惜我们今天这个时间 就在这 但是其实它有它的角色 它是健康的角色 非常感谢大西洋理事会 高级研究员盖宝德博士 和VOA卫视记者安华 参加今天的节目 也感谢您的收看 通晓美中大事 锁定VOA卫视